再来看到新城北三站花八线至新城村海提道路常年未通 二乡名代表林国贤期盼这个林务局能够用地解编后作为道路使用 希望这一段1.8公里的路段打通之后 可以增进公共利益以及促进土地 渔业以及农事观光交通分流有效利用 新年下面代表林国贤表示 北三站二十多年前就失座产业道路花八线六公尺宽道路之后 之后就没有一直衔接到孙岸村到新城村的海提道路 为了让地方乡亲深觉可惜经过查回林务局的用地 多处为杂草杂木经过拉齿测量 盖锅长约有1.8公里左右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这个花八线这里起点 到那个我们新城这个公墓前面 这个福德公前面 那边原本是有一条产业道路 那在若干年前就是在大约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这条路就已经不见了 就做了这条花八线往衔接台九线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希望说 这条路过去都是杂草杂树嘛 也没有用到木麻坊的部分 我们希望林务局能够解编 让我们把这条路尽快能够打通直通到我们这个行程这个海底后面 然后也能够促进这些骑单车运动的人啊 或者到我们海边来观光的人流 也能够让我们的农民这些农用机具 也能够在这个产业道路上行驶 避免再往台九线的方向去 能够不愿意造成这些农民为了跨越台九线发生意外 这里是这个花八线的终点1.300公尺处 如果从这里算起一直到福德公 一直到这个新城海边福德公这个出口的地方 大约有1.8公里左右 我相信这个1.8公里也不是很长的距离 我们像林务局截编了以后啊 我们相公所能够向上来争取就这个1.8公里 拓款为6米道路的话 这样子的经费我相信我们大家来帮忙着做 这样有便宜两村的村民 能够这样子在这个海边做运动往来散步 然后观光客到我们这边来到海边来休闲 这都是很好的事 下面代表林郭县表示 新城北山站花八线到新城说海堤道路末端 期盼林务局用地解编作为道路使用 让公所宣服有关单位规划 打造当地滨海观光亮点 同时也枢结新城乡台九县 连续架起车草交通负荷 如打通道路之后 在土地、渔业、农事、观光方面 同时也会带动地方农业、产业以及观光发展 如做青年让当地乡亲子弟有更多的机会发展 记得请你新城北岛 在这有一段时间连续架上 这个 veggies 这条小健地的